讓我們來看到苗栗縣長胞弟劉正池 他的七七刑管違建案又爆出了新的進度了 因為劉正池當初曾經向遠雄貸款2億元 所以檢調今天約談了遠雄人壽總經理趙幸青 和十幾名高階主管 要釐清是否有涉及步伐 趙幸青是不是和二七刑管有關係 戴著眼鏡穿著西裝鼻挺的 就是遠雄人壽總經理趙幸青 也就是遠雄集團董事長趙騰雄的次子 以證人身份到市調處 其他十幾名高階主管土地鑑定師 也是被檢察官約團對象 全都是為了先前劉正池涉嫌竊佔國土案 向農民銀行超貸八千多萬不還 要追查劉正池的資金流向 檢調發現劉正池的七七刑管 曾向遠雄人壽核貸2億多元 但通常建物申請貸款必須要是合法建物 檢方質疑劉正池和遠雄有不法情結 而遠雄集團董事長趙騰雄 和苗栗縣長劉正宏都是苗栗後榮人 趙騰雄也在苗栗投資醫療園區關係密切 前方近日也不排除約談趙騰雄 進一步釐清事實真相 Udntv靈敏舟由上華五新聞台幅報導